我覺得應該人要有良心啦 我是差點被 邊掌邊深呼吸 新美市議員陳乃瑜勇敢挺身 揭露名嘴竹凱翔 十多年前對他性騷毛手毛腳 十多年前 我還是一個菜鳥小記者 事實上我就有吃過 這一個人獨漏的虧 我現在手還在發抖 我每一次看到他還要 特別的熱情 為了工作 陳乃瑜當時選擇贏任 事隔多年幾番思索後 他決定揭穿惡行 2010年 我那時候都還沒有結婚 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長達蠻久的 就是在肢體上的心騷擾 甚至還有親吻 我們那天是 有包含我在內有四個人 一起去吃燒肉 他就擠進了 這一輛計程車裡面 陳乃瑜執政麗麗 朱凱翔卻在陳乃瑜的臉書留言 計程車上根本沒你說的情節 沒有的事就是沒有 不會因為風向怎麼吹就走樣 請陳議員不要胡亂指控 是希望被害人都不要站出來 希望我們都閉嘴嗎 收到了非常多 我們媒體同業的私訊 可能不方便講出來 但是他們都深受其害 而朱凱翔甚至還說 明明2013年結婚前夕 你主動問怎沒發帖子 實在不知有何威勢 讓你差點被性侵 不敢張揚 還非要包一千兩百元 我聽說他最近加油喜事 乃瑜現在經濟條件比較好了 我一定會補他一個大紅包 感謝他對我做的一切 成就了現在的我 朱凱翔信騷傳聞連環報 前輩形象 一世間恐怕會餘蛋 靜新聞謝謝何坤元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